头条焦点带来关心的是金华城岸延烧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持续的收押近见 今天她的太太全佩奇清算火线 说明所有遭到指控的不明金流 强调家中现金来源 包含了自己的父母亲的资产 还有她自己跟柯文哲的薪资 2018年竞选节余款 以及柯文哲演讲通告费用 一切都是正常金流 她也强调柯文哲并没有用 USB工作簿的记账习惯 希望检调厘清真相 没有办法见到她 但是我觉得我去那边 我觉得我会跟她更接近在一起 谈调在看守所内的先生 忍不住难过事累 进华城风暴稍不停 柯文哲妻子陈佩奇 亲上火线说明遭控的不明金流 存体款的动作 把它跟洗钱化成等号 我们家的钱都是正正当当 重申金流一切正常 强力反驳更改供词 陈佩奇直接公开所有金流来源 强调不知简列怀疑的 到底是哪些部分 后来我全权负责照顾妈妈 所以妈妈的一些存责提款卡 印章全部都是归陈佩奇所管 秀出户头脚以对账迷戏 细数家中现金六大来源 除了陈佩奇 爸爸遗产与妈妈资产 535万之外 个人薪资存款也有500多万元 2018选后 柯文哲选举经费结余 230万元 加上柯文哲本人 资产171万 和选举期间 至少64万的演讲 与通告费用 以及车马费 红包等100万元 总计提领过 约1628万元现金 难以理解 为何遭指控 64平凡ATM存提款 以及600多万 不明金流 买个商办 那我就去买 也没有想到说 应该就是避免遗例 那跟金华城的什么便当 会跟通过连在一起 那我也是想要 访问大家就说 那剩下的八次呢 你要兜什么东西呢 罕冤存提款时间 和金华城案 关键日期没有关联 至于USB翻出 1500关键数字 过去我对他的了解 是不太会的 因为他对家里的 我跟他讲一些 他就觉得我好啰嗦 强调柯文哲 没有使用USB工作部 记账的习惯 但议员却不买单 那既然不是记账 里面代表的又是什么呢 其实陈佩琪这样的解释 还是没有办法回应 零碎的钱可能在那边 可不可能现在查了虚拟货币 这是重点 柯文哲避案缠身 陈佩琪公开金流 能否为正义直谢 各界业自由公平 记得陈主强 赛民同张元杰 台北报道